中文字幕 李卓人 韩国 觉得这些牛小流浪狗很可怜 就渐渐地把它抱回来 一个高峰期我家里有十字了 十字就是恐怒咯 就是给人投诉了的咯 我们就想 不然这样我们找一个地方 就是养二十只狗 养到这二十只狗死掉就算了 哇 人的确实是神通广大 那个地方还没有成立 围墙都还没有围 陆陆续续人家就把狗丢来了 大狗小狗大狗小狗就每天丢在我们口了 就渐渐的就越来越多了 狗粮我看都要七八万了 花费呢 供钱呢 都是我们养了两千多只狗 医药费呢 医药费一个月就两三万块了 庞大的开销啦 都是靠普罗大众帮忙啦 要成立这个希望的时候 我女儿有跟我讲过一句话 是吗 你真的是要做 你要想好好的 这条是一条是无法回头的路 我说 是没有办法的吗 是吗 你狗都这样多了 剩下的日子就让我交给他们 这个活动主要的目的 除了手机严重短缺的资金以外 也希望更多人知道 HOP的存在 了解HOP的辅助 只需简单的三个步骤 LogCon Donate Upload 就能参与这富有创意 深具意义的活动 为小毛孩们 为整个大环境出一份力 把你们与毛孩们的美好合照 打印在环保饭盒上 让大众在享用美食的当儿 还能够传达正面讯息 让更多人关注毛孩们的问题 及相应环保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